为了落实推动本土语言教育 教育部今年首次办理 本土语言方案规划竞赛活动 广摇社会大众一同思考 如何推动既活泼又具有可行性的 本土语言方案 最终共有20对参赛队伍获奖 当中在自选组获得优等的 宝贝内疗师弟方案 就是将师生共同完成的绘本结晶 翻译成各地母语 目前已经翻译成英文、日文、韩文、印尼文 越南文、课语以及台语 未来将纳入阿美族语 期盼让不同族群的语言 不论人数多寡 都能够遍地开花得到同等的重视 那未来在这个方案里面 我们规划会把阿美族语 放在我们的规划方案之一 我们把原著名的老师 先邀请过来参加我们的方案内容 接着当种子回到各校去 让各校的老师跟孩子 能够在这个绘本里面好好的体会 那我们希望说 就有这样的方式来传承 我们的本土语言跟我们的阿美族语 在这次获奖的团体中 虽然没有以原著名族语为主的 本土语言方案突引而出 不过在当初的投稿中 确实有一组方案提出行动母语屋 主要透过阅读车开箱部落 来创造族语使用的新场域 利益良善且有创意 但可惜最终是在评委的多方考量之下 为纳入优选 这个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一个idea 但委员考虑到就是说 第一个这个可能它影响的层面 可能相对于其他案子 没有那么的广 那再来就是说 因为这个阅读车 它深入山区 其实还要兼驾驶是有点危险 所以委员是觉得说 这个案子虽然它很有创意 可是考量可行性 跟它的影响度 所以就我们就 就把它割爱掉了 评审也提到本土语言扎根与生活 需要更多生活化的实践方法 如果能在细节中加入巧思 更能让民众感受到母语的贴近与重要 教育部也期待能够借由这个活动 达到促进各族群间的彼此尊重 互相欣赏的目的 原事新闻 假想卖 许家用台北市采访报导 消息 消息